包租公包租婆的生活是否让你羡慕 和谐互助的小社区是否也让你回味 但电影里拥挤的环境总是让人望而却步 当我们谈到香港 狭小的居住环境和高昂的居住成本 总是避不开的话题 曾经的九龙城寨仅剩下故事流传 但香港人们的居住需求 会随着九龙城寨的消失而消失吗 经济愈加发达的今天 这样的居住压力又会催生出什么样的群体 在关于香港居住问题的各种媒体报道中 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词 什么房 汤房 官方名称分间楼宇单元 或许有一个词你更熟悉 群租房 汤是宰杀的意思 汤房的说法跟群租房比起来 更多了一次冷酷无情 这是香港一套普通的三室一厅 虽然面积狭小 但是五脏俱全 由主卧 客卧 客厅 厨房 客位组成 小小的面积中却透露出一丝丝温馨 畅想五口之家的幸福生活 而仅仅只需要一堵墙 原本美满的家庭 就变成了五个低收入人群的棺材房 同样有空调 WiFi 洗衣机 微博炉等设备 满满当当的房间中透露出的 却是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对房东来说 这样的一次汤房改造 可以将原本2.4万港币的月租 提升到4.2万元 房租收入增加75% 而增加的这75%租金 也让一间小小汤房 每平方一尺租金 可以达到150港币 已经媲美山顶豪宅的每平米租金单价 最低收入人群 承担了最高的租金 住房问题成为压在所有人头上的一座大山 而当你在山上攀爬的时候才发现 山也在往上爬 香港中文大学土地资源及房屋政策中心公布的 汤房租金指数表明 过去几年 香港汤房租金上升超过56% 而同期的独立住宅 租金上升仅为21% 以香港居民在2016年的收入中位数为1.5万港币计算 根据2016年的数据 汤房的住户中有28%的人月收入超过1.5万港币 更有14%月收入超过2万港币 即使是中上收入水平的职工 白天光鲜亮丽 穿梭在各大写字楼 夜晚回到家里 可能也只能蜷缩在三平米的单间中 在床上圆自己的买房梦 而汤房改造给房东带来更多租金的同时 更带来了安全隐患 原本就局促的消防安全指标 在塞进几倍的标准人数以后 更远远超出了红线 2011年11月 花园街突发大火 波及周边大厦造成了9死34伤 随后发现附近大厦后楼梯 因为汤房改造而被封锁 影响逃生 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下 香港乌语署也多次下令整治汤房 取缔工厂大厦内的住用分间单位 但相同的文件从2012年一直发到今天 似乎也只停留在罚款的一纸公文 甚至政府提供的重新安置房间 在满足消防安全后 居住条件更为凄惨 仅仅留下了一张床的空间 当香港居民在居住的黑暗中挣扎 那么更绝望的可能就是持久的黑暗 汤房的未来又在哪里 如果我们把香港的地图从维多利亚港往北拖拽到与深圳交界的边境线 你会惊讶地发现这里有一片开阔平整的土地 几乎处于闲置的状态 荒地 农田 冰葬场 垃圾田卖场 是现在香港北部郊区的景观 但不久之后 一块300平方公里的新区将拔地而起 取而代之 随着香港政府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的公布 一幅崭新的图景呈现在人们眼前 这块规划中的新兴的都会区将会提供90万个左右的住宅单元 可容纳250万人居住 并提供65万个职位 它会成为香港承接大湾区发展使命 和推动科技创新的前哨站 用香港的金融优势带动大陆 用大陆的创新活力换新港岛 香港决心一路向北之后 深港一体化的未来不可限量 北部都会区也将是汤房困境的最好揭法 我们可以想象 若这片新区按照计划顺利建成 汤房的血雷故事将不复存在 曾经我们一直将香港视作东方交子 似乎拥抱了所有的光鲜亮丽 当时代发展的洪流滚滚而来 我们才注意到光彩背后普通人的结局 来而不可施者 时也 导而不可施者 积也 用大国的方式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问题 我们期待汤房也成为故事 只流传在未来的人们口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